一见到摄影机 工程人员不禁对媒体发起牢骚 这里是桃园扬梅的富岗地区 施工中的皮塘编号富岗绕37支B 水塘里满石钢柱 对比水利单位在路旁设立的 警示标语感觉有点怪 桃园市政府推动绿能 核准四座皮塘配合太阳能光电系统工程 没想到却把皮塘水全部抽干 水利会表示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么做 当地居民也采取开放的态度 他们也第一次这样来施工这样 也没有人知道会影响些什么 是目前来讲 这些农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 只是试试看 先看看 对于桃团及学者表示 抽干皮塘水来施工会破坏环保生态的说法 水利会强调过去没有相关经验 不敢保证完全没有 至少农地用水和养殖业就会受到影响 推动环保的美意却因为施作工法引起争议 当地民众也认为政府要避免误会 说清楚讲明白才是最有效的沟通 大海新闻 汤道顺检元集 桃园报道 桃园报道